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1481集 对了 他让你多久之前把东西找齐啊 一个月之内 张帆听了 面楼思索点点头 鬼影老头又继续说 张大师 那海中精怪跟我说 坟地里面所埋葬的长枪乃是他的兵器 这长枪可大可小 宛若宋悟空的金箍棒一般 可以塞入耳中啊 听到鬼影老头的话 张帆眉毛一跳 下意识看了眼挂在他身侧的布包 那救了鬼影老头的棺材 便是一件法器了 这时候 李亚文的手机响了 他拿起来一看 有些激动地说 是我们领导 说完了 他急忙接起电话来 有些急切地问 领导 集团那边的情况 答听清楚了吗 已经答听清楚了 您这速度可真是可以啊 那快说说吧 我也知道你们辛苦 联合会那边也体谅你们这边的难处 他们虽然不能伸手帮忙 但却派有专人跟我对接 所以这情报很快就可以传达上去了 联合会里面的其中一名 陆会长亲自跟我说 这祭坛名叫圆满坛 这圆满坛并不是承受天节的 而是承受天罚的 天罚是上天对于违背公义之时的诸法 上天会降下几道天雷 对其进行灭杀 而天罚是生物要挣脱自然力量束缚 而引动的天地之力 两者所引动的能量不可通日而语 就仿佛小夕对比大海一般 听到对面的话 张凡和丽雅文互相对视一眼 微微点头 如此看来 海中精怪并没有引动天节之力 同时两人的心头也都是轻松了不少 啊对了 那祭坛必须摆放在阳光之下 而且不能无缘无故地摆放 不能提前摆放 也不可以延后摆放 摆放祭坛要与受惩罚的事情同时完成 这样才可以代替受罚者接受天罚 听到中介男子这话 张凡灭落思索 那便是说 只有搭建好祭坛 只有找到所有搭建祭坛的材料 那海中精怪才可能会着手施法 邓永福禄来修补躯体 如果实在是找不到对付他的办法 你和张先生就先回来 你们查的消息已经足够多了 一切要以安全为重啊 是 我明白了领导 嗯 还有什么别的需要询问的吗 没有了 两人回答完毕 便把电话挂了 挂断电话以后 李亚文对张凡问道 张先生 那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从你们刚才的对话来看 想让海中精怪使用那二十具 有问题的躯体 咱们还必须要搭建祭坛 但是 咱们要真的继续进行下去吗 听到张凡这话 龟英老头说道 都已经查到了这个地步了 为什么不继续进行啊 张凡看得一眼 灭了犹豫 虽然我尽了最大努力 隐藏那些干尸身上动的手脚 但是我对于他的实力并不清楚 我也不清楚 他能否发现那些干尸的问题 这也是我让你跑起干尸以后 立刻逃离的原因 我当初是想你把干尸丢给精怪以后 那精怪是否真的要用那些干尸来修补身体 就只能看天意了 可如果咱们继续进行 老爷子 你还得去继续接触那海中精怪 一旦他发现了那干尸上面的手脚 你可就有去无回了 张大师 我都知道 其实这次我在海面上逗留 与那海中精怪接触 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了 说到这里 鬼影老头的脸上 浮显出了一抹坚决 我希望可以继续下去 还希望张大师能够成全 听到鬼影老头这话 张凡眉头一簇 你为什么要这么固执呢 如果继续进行 你会非常的危险 搞不好就会魂飞魄散 到时候 你连转世投胎的机会都没了 张凡的声音里充满了严肃 听到张凡这一番话 鬼影老头感激道 张大师 我知道您是好心 您不想让我魂飞魄散 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也不希望自己魂飞魄散 但是面前这件事 我想拼一拼 我之所以有这样的心态 是因为我无论是 活着的时候 还是变成阴鬼 都从来没有做过一件有意义的事 而我现在做的这事 让我的心底充满了自豪感 因为我清楚 我只要办成这事 就可以救下很多人的性命 我曾经无数次地幻想 事情办成了场景 在我看来 那时的我将会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我也想当一次英雄 即便最后失败 即便最后我魂飞魄散了 我也不会后悔 因为那一刻 是我这一辈子 最为高光的时候 鬼影老头说这些话的时候 脸上充满了真知 张凡和李亚文 都是看了一眼鬼影老头 在一定程度上 两人是可以理解 鬼影老头这样的心情的 你真的想好了吗 想好了 那既然这样 咱们继续 见张凡答应 鬼影老头的脸上 浮现出一抹细色了 七彩石 不过是七种颜色的石头 十二生肖的血肉 除了大耕村的巨蟒 其他也都好找 我马上动身 前往大耕村 你不用去了 我去过大耕村 也找到过巨蟒的血肉 我让朋友过去一趟 然后把巨蟒血肉带过来 咱们就把剩余的材料 都找好就可以了 听到张凡的话 鬼影老头脸上 浮现出了一抹恍然 怪不得自己 刚才说大耕村的时候 张大师脸上的表情 发生了变化 原来 他之前曾经去过大耕村的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